哈囉,歡迎來到我的行銷大學長 那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之前一直有在講說LINE是可以 要把廣告的方式放送出來給 給一般的使用者 就一般有在生活圈的時候 就可以去購買總共 但是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是 它是需要跟它合作的廠商 才能幫你代買廣告 所以這是另外一種議題 所以沒辦法像Google像LV這樣開放 一般人就可以購買廣告 那最近開放出來的另一種新的功能就是 你如果你有在生活圈的話 你可以去分類分眾 去把你的廣告推播給你 認為是你這次活動 或你這次優惠 該 比較可能會 達到你總共目的的這些使用者 因為我們知道大力生活圈裡面 它每個月給你的貼文書是有限制的 那你如果升級到專業版 還有是部位版或升級版的話 你每個月的貼文書也是有限制 那以前只要你一發文 就是全部都發送出去的 可是有時候我們知道 我們在做行銷的時候 有些行銷的產品或服務 是可能會有根據一些 可能屬性是不太一樣的 那有些時候可能這個產品 是比較屬於說給女生的 那如果我是賣一個 我是一個蛋糕店 我如果現在買的是 可能是比較一個 產品蛋糕 或是一種起司蛋糕 那可能就是比較符合是女生要的 那如果我這次辦這個優惠 是屬於起司蛋糕的話 那是不是我應該把這種訊息 是播送給女孩子知道就好了 男生應該不是我他給 可是在生活圈裡面 他就是你一次播送的話 那全部就出去了 再來是 如果這次是弄的是一種 黑巧克力蛋糕 那黑巧克力蛋糕 就我所在 可能是比較偏男性的 所以我這次的活動 我可能就是給男性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我可以有效的把它創立出去 那可以減少我不需要的擴充 因為把那些 我草莓蛋糕 啊 起司蛋糕 我就排除男生 我就沒有使用它那麼多的份 因為男生 就不會使用 喜歡起司蛋糕 所以我就發送次數的份 我就會少一點 我就會精準的 然後把這個 每個月我跟 那一買的這個 從這個 發送訊息的份 可以精緻一點 可以有效一點 這是它這一次推出來的一個 一個重點 那它裡面也有弄到說 不只是男生女生的分類 它還有分說 我這一次我是要發送給 另外一個重點是縣市 縣市區的 我會發送給說 台南市的 高雄市的 屏東的 嘉義的 台北的 那可能我這個活動 辦到哪邊 我可能就針對這個活動來 在地點 就可以在地的去發送給這些人 就好 這是 那還有一些是 第一 它的一些屬性 一些它一類的興趣 所以它 這一次的廣告的這種 生活圈裡面的 發送的模式 它有像 有比較 類似的 可以精緻的去查詢到 發送給我們的 所需要的一個target 需要一個target 所以這樣子 也對我們行銷者 我們每天購買 這份兒 所以行銷費用 他們的費用都可以 比較有效率的去運用到 就是 一個很 它翻出來 算是比較 又比較符合 現在使用者 應該要用的東西 因為如果 你加入我的粉絲群裡面 加入我 耐送的群裡面 不是每個人 都是一樣的個性 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相同的喜好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有效的 把它分類出來 把我們的訊息是 有效的發送給 想 喜歡的人 那這樣有兩個重點 我們一定要講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我們每個月跟LINE 購買的 那個 發送的份兒 是可以 精準的 或是比較有效的 去使用到 所以我們就不會 花太多的錢 第二個是 你要相信一個點 我們把這個 雖然它是 已經加入我的粉 我在生活圈裡面 被稱為的粉絲 就當我一直發送 的訊息 發送的一些廣告 一些優惠訊息 跟他 不是他喜歡的 男生他不喜歡喜事蛋糕 女生不喜歡 巧克力蛋糕 就我一直把 喜事蛋糕給男生 把巧克力蛋糕給女生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件很 很直白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那就把你推掉 把你黑掉 把你封鎖掉 就這麼簡單 所以 他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我們說 我們的廣告 第一個 我們可以精準的 給我們使用者 第二個是 我們可以減少我們的 廣告花費 第三個是 我們可以降低 讓我們使用者 更喜歡 或是聽看我們的廣告 他會更有興趣 去打開這個廣告 而不是會認為說 他每次給我的廣告 都是 給我的訊息 都是 不是我想要的 他以後 雖然沒有黑掉你 但是他以後 看到你的訊息以來 他連看都不看 OK 今天是講的最重點 五分鐘到了 那 YouTube的 Google的這兩個 我們明天講 OK 不好意思 原本是要講第二個議題 明天講 先預告一下 它裡面就是 行動載句 還有YouTube 這兩個是 Google現在一直在強調的 那為什麼 我明天再接分享 OK 明天見 拜拜 對 明天是 因為明天晚上三月 我三個時候 明天是11點半見 OK 拜拜